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我们签到的部分做一个介绍一下 谢谢 台湾省资议会李资议长袁全 为资议员早比资议员佩玲 王资议员英三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 猴执行长慧千 谢库执行长龚鸿 议政署郭署长清全 博士馆台湾文献馆馆馆长张馄敏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中部科学工业营区管理局 洋局长文科 全副局长林黄 公司局长文敏 公请林主席政责致辞 我们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 还有我们各位单位代表出席的同仁 以及我们县市政府的代表乡镇公所各中小学校长 今天我就不一一再称呼 但是我很感激各位在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 以及台湾光复66周年的时候 来参加我们的省府的这个庆祝大会 可以说意义非常的深重 那我在这里呢 感觉到今天的回顾这66年来台湾历史的轨迹啊 那我们战后呢 民生凋敝 政治民主啊 在全民的努力之下 我们最近在马总统跟吴院长 全力充斥 这三年来我们经济方面都有成长 政治的民主 社会的开放 而且呢 在很多方面都有长足的改革 同时在连结连人政府的推动之下 我们也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 那是世界上各地呢 都知道台湾经验了 那台湾经验成功是我们在座 大家都了解 我们台湾人民呢 表现不怕苦不怕输 勤俭创新 实在的台湾精神 这是我们66年来共同面对 艰难挑战 突破重重难关 开放荣景的主要原因 那国家社会追求进步是 无止境的 今天台湾所面临的 是来自国际经济的 严肃的挑战 要突破困境 必须加倍努力 过去我们也曾经遭受到 无数的艰难 走过最困难的时代 但是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 所表现的台湾精神 以爱以善为宝 努力建设 脚踏实地 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 也是共同奋起的力量 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也是你我 生医师 掌医师的家园 每一个人的命运 对于这块土地 秘密的结合在一起 我们大家修期相共 俯获相移 不论好坏 任何人都不能自身于此外 所以为了台湾的检土 也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 那在这里对中华民国来说 这种非常艰辛的环境下 我们要创造经济的奇迹 也让台湾的繁荣安定 而且开创华人社会 一个崭新的局面 所以今天 制止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而且是台湾光复六十六周年 更具特殊的意义 所以马总统在开会的时候 曾经讲过 三年前坚持政派 青年勤政爱民赢得赠钱 这是马总统三年前 赢得赠钱的时候说的话 那到现在三年来 马总统说 小心翼翼 戒胜恐惧 贯彻正刚 实践正见 为台湾打造一个安全和平 繁荣的环境 努力速摊 打造干净的政府 经济变活力 进一步创造更和谐的社会 所以国际上得到更多的傲言 所以我们现在的护照 可以到一百二十几个国家 到处走 让大家了解 中华民国是和平的缔造者 不是麻烦的制造者 而且这三年多来 一向秦政爱民的 吴敦印院长也说 过去三年多来 把冲突对战的两岸关系 引导向和平稳定的发展 不但确保中华民国 主权独立完整 更确保台湾的安全 既然是正确的方向 就要坚持向前行 台湾不是麻烦的制造者 而是和平的缔造者 他呼吁大家同心学历 共同创造台湾生命力 并提升台湾的竞争力 吴院长说 让马总统继续为全民互斗 所以马总统跟吴院长一再强调 改革不能停止 改变已经发生了 希望这样条路继续走下去 让台湾有更多的 更多的环荣 公益 勇气 必须让经验丰富 曾经面对过世界上最险恶的金融风暴 仍然能够带领国家 建筑加进的行政团队 继续做下去 相信我们政府在 马英九总统 肖万长副总统的卓业领导下 配合行政院团队 在重视庶民生活的吴敦医院长自行中 结合台湾全民的力量 开创台湾历史 又一次经济的跟政治的奇迹 也是在今天庆祝光沐节所要 彰显的特殊意义 我们要呼应马总统和吴院长的努力 以台湾为主 建设台湾 对人民有利 为民心利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子孙 继续开创房金十年的光明前途 那今天在这个六十六周年的台湾光物节 我们还特别表扬了 对于宣导台湾文史 台湾的艺术 这一方面 默默在做的各县市的基层的同仁 我们特别提出了表扬 那这些人员 刚才我看到我们台湾文化所表扬 台湾省政府今天所表扬里面 也包括援助民主的文化在里面 所以可见这主群融合 对于在座今天得到受奖的同仁 也表示深深的敬佩 因为这么多年来 各位默默的在推动台湾历史的交易 台湾文史文化的推动 可以说开发成果 这点我也跟各位得奖的同仁表示感谢 那今天来呢 我们这边省政府呢 特别为了今天的光复节呢 也制作了一个 我们常常天天要用的一个文证 那这部分呢 我们来的贵宾呢 我们的省制议会 我们省政府跟省制议会是一起的 所以这边呢 就是 这是庆祝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 跟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纪念 所以这个叫做国运昌隆 六六大顺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台湾的钱币刚好六五十块的 十块的 五块的 一块的 刚好六十六块 是六六大顺的 那这后面呢 这边我们就写 以台湾为主建设台湾 对人民有利 为民心利 然后台湾省政府 然后民国一百年十月二十五号 所以今天这个纪念品呢 也发给各位 请大家平常放在案头上 就不要忘记台湾 让我们台湾更成长 让我们的国运昌隆 那今天很感谢各位百忙中赶来 那我在这里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很感谢各位百忙中赶来 那吴院长跟马总统 为了国事在操劳 整天在忙 所以他特别交代我 也向各位长官贵宾 大家致意 也祝福我们大家呢 家庭幸福美满 也祝福我们台湾光幕 官物节 国运昌隆 省政建设 进步飞煌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请长官贵宾致辞 我们请主席 为我们邀请长官贵宾致辞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新闻是智慧的李宁建设长 林子席 还有我们省府的各位 李宿先生 还有我们来自各县市 台湾省各县市的代表 还有我们中央文献馆张馆长 还有中科的杨机长 还有我们临近这个中办 这个我们社会副资计长 还有我们临近的各位 各县市的议会 县政府的代表 还有我们更重要的是 台湾省之议会 朱议员 是不是前站起来 跟大家资格医 首先跟省主席 还有我们跟省府 恭喜 这个刚刚主席讲到的 这个精彩百能 那么六六 这个光复节的这个纪念 那么六六大胜 那么刚刚我在悟空 参加了我们这个省议会委托 朝阳科大办的 悟空地区发展 跟国家建设的百年 国庆的这个 这个系列的研讨会 那么 我们出来的时候 碰上了一位 先生跟我讲 哎呦今天是光复节 我好像很漏梦 都没有看到国庆 那么刚刚我进到 我们忠心声称 一看我非常感动 我们整个忠心声称 插满了国庆 我们林主席呢 还有我们省府的各位 长官啊 那么 非常 这个 大方 而且非常无谓的 把我们的国庆插上 来庆祝这个 光复节 现在大家淡愣 其实呢 这个光复节的庆祝呢 有 刚刚主席提到的 珍惜过去 也重视现在大 现在的 这个 这个执政者呢 的努力 那么 希望我们的未来呢 我们的主身呢 能更好 我想这个是 今天庆祝光复节呢 最主要的意义 总的呢 我们 这两年来呢 我们看到林主席呢 真的是情政爱民 除了在 院里头呢 那么协制院长 协制 马总统呢 那么把很多的 这个 中央的一些政令 中央的一些 一些这个 政策呢 那么能够到地方 来推动 那么同时 接着 另外一方面也让 我们神父呢 能够活过来 那么也年代的 让我们省支预会呢 也跟着 不活过来也不行 所以我们最近呢 两个单位呢 这两年来呢 我们非常卖力的 非常这个 努力的 在为台湾省民呢 把大家的需求呢 告诉 行政院 让行政院呢 能够来照顾 我们演唱 在这边呢 在庆祝光复节 今天呢 特别呢 感谢 这个林主席呢 跟省府的各位关联 为台湾省民呢 这么努力 来这个 照顾我们大家 那么最后呢 在此呢 庆祝 今天庆祝大会呢 圆满成功 也祝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先生呢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家庭美满 谢谢 好的 我们感谢 林次席展与全的训练 由于行程紧臭 现在呢 请主席 还有贵宾导 有个人 晚安 晚安 好 能够 想 不 尽 索 图 图 啊 图 筊 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